大家好,包子弟又搞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人特别怀旧 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看了这个消息我就笑了 就觉得,哎,包子弟真是脑袋里面就那么点东西 就各种作妖 然后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年纪大点的人就开始骂了 说这个傻叉想让我们干嘛,开倒车嘛,就这个意思 什么事呢 说这个,叫做中国,叫做国务院的 不是,军委的,中央军委的 中央军委的退役军人事务部 还有国务院的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三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一篇文件 是习主席签发的 关于促进优秀的退役的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 说到一大堆 你想想,你从这个标题里就能看出很多个意思 不是所有的军人啊,是非常优秀的退役军人 也就是说你,因为你优秀嘛 所以你退役以后呢 你退到地方上以后要给你安排工作的啊 就相应的级别你要对应,比如说你是个团长 那你退役以后呢,你肯定要到县里面至少要做一个武装部的部长 或者做一个什么,政系的副主席 就是闲职嘛,但是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县团级的这个待遇 你有这个干部的级别,这么一个说法 这会儿他们要把这个退役,优秀的退役的军人 要赶到中小学去当老师 哎,他挺有意思的啊 他还搞了个什么呢 他说要加强退役军人的师范专业人才的培养 几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军人退役以后 你就有两个,现在怎么说我不知道 过去我们叫,有的叫转业,有的叫副员 副员就是你是屌丝了 你可能是没有什么干部级别 你以前从哪来,你就滚回哪去了啊 转业呢,就是你可能是个干部,你是个连长 是吧,或者说你是你是个团长,你是个营长 一般好像是有营长的,营长才是政科 年长是没有级别的吧 应该是,应该是这个道理啊 我也不大记得了 从事你是有了事业的编制 你有编制的,你回到地方上 他会给你安排一个相应的位置 是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变了啊 现在就是说你下去以后呢 你还要先学一个师范专业 跑到一个什么学校去读那么一年或者两年的师范专业 学完了以后呢,学会怎么当老师 然后再把你分到中小学去做老师 这么一个玩法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 很多个层次需要辨析了 你要了解中国,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扯吧,挺有意思的啊 首先第一啊,你就当下的情况来看的话 说明习包子真的是没什么军权呢 就搞这些有的没的 你说这么大堂堂的军委主席搞这个事情干嘛 你应该要叫什么 要盯住这个战略图 要指点江山是不是 要千军万马 要打仗 要这种感觉干大事是不是 你他妈的念这个什么 念这个福建航空母舰那么大的事情 你都没有说一句话 你这么个屁事 然后说你习近平说一句话签字 你看就明白吗 就是只让你搞这种虚土八老的事情 没什么权利的事情 就是个意思呗,对吧 正二八斤的实操的事情根本不让你碰呗 根本就已经把你的军权给拿走了呗 所以我们说了嘛 你看到这个消息里第一条件的反射 就是失去军权的又一个重要的证据 这绝对是这样子的 我告诉你啊 那第二个你应该想起什么呢 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 我们也会想起一些历史的回忆啊 所以我上来说我要怀旧嘛 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小学里面是有这个 叫做贫下中农 我是农村的 农村的就贫下中农 进驻学校 贫下中农就叫贫下中农代表 就代表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那个小学的那个代表姓于 一个老头儿 每次到了快放假的时候 开学的时候 他就过来帮我们讲一句话 也讲什么不记得 反正老头儿长得像个像个 像个二百五一样的 就过来跟你跟你跟你讲几句话 要以苦思甜 讲革命历史讲这个事情 那个年代的就是叫贫下中农 代表 贫农代表 进驻学校 如果你是城里的应该不是 我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 他们叫做工人阶级的代表 进驻学校 如果你是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 他叫军人代表 进驻学校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历史文革的时候嘛 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脑袜都洗干净嘛 把你一代人完全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嘛 让你从小就是学习这个革命历史嘛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一代人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真的记忆特别游戏 后来年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但是到了八九年以后的话情况又一样了 因为八九年以后呢出了六四嘛 后来所有的学校包括中学 你入学的那一天都要开始有一个军代表讲话 完了以后如果是到了高中还有军训 到了大学那军训时间长了 他们说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因为我是老头嘛 是不是 他们说这个军训的话时间很长 说三个月呢 头一年头一学期的话 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军训里面非常的苦 还有些女生刚刚从小地方考到重点大学 然后去了头半年全是在军训的状态 还被军队的教练员 叫指导员吧 给睡了 这种情况都是经常出现的事情 肚子搞大了 这种情况也有的 所以这种东西一看就是什么呢 它唤起一代人的记忆 那当然你好无疑问的 这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吗 是那个年代搞的事情 你这会儿搞这些事情干嘛 你说你一个军人 你又不是知识分子 你懂个屁啊 你当什么老师啊 是吧 中国人叫做术也有装功 你这帮孙子跑到学校里 教什么学生呢 学校那么多老师干嘛去了 是不是 吃干饭的呀 没道理吧 你军人该干嘛干嘛 这边是不是 这是第二点 就是你看到这个消息 你就知道 包子里真的在开倒车 而且包子里 我觉得他很特别愚蠢 要跟我是他身边的人 我就会劝他 我就委婉地告诉他 这个事别搞 至少你不要参与 为什么呢 你因为这个文件一发下去 很多的乌羊乌羊的军人 大老粗 军痞 是吧 他跑到学校里当老师 整个国家他会有一种氛围 觉得好像恍若隔世 已经消失的历史又回来了 哎呦 然后又想起李克强老师的话 说这个长江黄河的水 还真的倒流 我们又回到我们小时候了 是不是 所以我看到这种话 我马上想起我小时候那个样子 我心头就一万头操他妈滚过 你干嘛呢 你这是有毛病吗 军人就是军人 老师就老师 完全两码事 好吧 这是第二个想法 对吧 我们要了解中共 中共的套路 第三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军人退役以后 就转业以后 你有那么多的党政机关 有那么多的事业编制 有那么多的岗位 是不是 你给他留几个位置呗 让他们去上班 去养老去喝茶呗 什么关系 人家好歹也跟你在部队里搞了这么久 是不是 你何必呢 你说这中小学老师 中小学任教 那我们都知道 中小学老师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 都没什么钱的呀 尤其是进入共产党的历史以后 中小学老师 叫教书将 我们老家叫叫个老 我以前当老师的 因为我有一年春节 但是我外公还在 我去外公家给外公拜年 有一个远方的 也不叫远方 有一个表妹 他结婚了 把他的新婚的丈夫带过来了 在我们外公家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就公开的羞辱我 小学 你说叫个老吗 叫嘎老 我们说美国老 中国老 知道那老就是一种侮辱 一种歧视的感觉 就公开说我是叫个老 我现在还记得 他就他自己干嘛 他自己啥也不是农民 他但是他就看不起你教书将 因为你教书将没钱嘛 没什么时候地位嘛 你说好歹一个退役的军人 还是个优秀的退役的军人 你让他去当中小学老师 有什么游水呢 没什么游水嘛 在中国你距离权力越近 你的油水越多嘛 你的灰色收入越多嘛 你说中小学老师为什么穷呢 他是因为距离权力太远了 距离权力中心太远了 所以你没有什么实际的灰色收入 你就有点清淡寡水的生活 一点死工资 你不穷谁穷呢 就这个道理 我说过无数次的 中国你要想发财 你要想把日子过得好 没有别的办法 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靠近权力中心 比如说你是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农民 你这时候你没有别的途径 可以去靠近权力中心 但是我可以去北京啊 对吧 北京是权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说不定有一天被哪个人看上来 也有可能啊 是不是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你就奔着这个简单的一个思路里去做 说不定有一天你真的有可能发急 我不是要大家去当官啊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么一个现象 中国社会距离权力越近 你的灰色收入越多 而中小学老师距离权力是最远的 所以他很穷 你说你把这些优秀的退役的军人赶到中小学当老师 他以前在部队里面 吃喝嫖赌已经习惯了的 他一会儿让他当这么清贫的工 搞那么清贫的职业当老师 他是能适应吗 对吧 这是第三个我们要想到的是吧 第四个那说明一个事实 退役优秀的退役的军人 你比如说要我说的话 我我宁愿去哪个政府的大门去开门 是吧 我也不愿意当老师 在比如说我在一个一个机关里面 我去当门卫 那我牛逼哄哄 我见官大一级是不是 有各个机关的比如人大呀 什么什么 比如说我以前那个那个地方 市委办公室 市委有个大院子 市政府有大院子是不是 很多很多个机关他都有大院子的 你要进去的话 你必须要通过门卫 门卫不让你进就不让你进 一点用都没有 那真是见官压一级 见官大一级 牛逼哄哄的 而且工资也不少 因为你是靠近这个政府权力很近吗 那比如说政府办公室 发奖金 他绝对忘不了你门卫也给你发点钱 虽然发的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好角度比你中小学老师要强 你把它安排到老师 有什么意思 只能证明一个事情就是机关里面 事业编制 尤其是机关里面 这种肥水肥缺没有位置了 中国的公务员的这个编制已经足够的饱和了 再也没有位置 没有空缺 安排这些个所谓的优秀的退役的军人 然后就把它赶到小学 中小学当老师 那赶到中小学当老师 那马上就要想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那些个以前做老师 他也是那也是事业编制 你知道吗 那事业编制他们那些老师干嘛去呢 开除啊 劝劝退啊 下海啊 这会你就想到了啊 就抓大放小 朱镕基搞到 一搞改革 他不想着把中央的那些个毫无用处的部门 把它裁掉一批 没想着把公务员裁掉一批 他上来就把一些个工人就裁掉一批 你不是有毛病吗 不是欺负老百姓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当他安排一个优秀的退役的军人去学校 那么一定有一个相应的学校 以前的一个老师就下岗了 就没工作了 就是抢饭碗 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很差了 已经财政已经没法承受这么大面积的退役军人的就业了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个就业的问题啊 你分析到这一步你明白了吗 它是个就业的问题 那么多的军人 但是我们谁都知道啊 一说到就业 每年就业最大的压力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嘛 今年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各地都在什么 都在裁员嘛 你看我看到一个消息说 这个清理机关事业单位的津贴补贴 深圳烟台等地的老师部分的津贴被取消 收入下降百分之十到四十 烟台的老师们归还奖金津贴 金额每个人要还五到十万块钱 江苏浙江上海成立将心办 整个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老师医生 工资降幅约百分之四百分之四十 说这个浙江的公务员收入大概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 珠海的公务员减薪六到八万 深圳地区降了五到十万 天津北京公务员 今年的北京的财政收入差的不行 马上要天津北京所有的事业编制的人都要降工资 这个时候你想想你把一个军人塞进去 那有些人肯定要失业的呀 所以中国的经济一难都不能再难了 所以你从这个包子里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你能分析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是中南海分析师呢 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听传师的这个才华 但是我有百分之八十的分析师的才华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谢谢